我们今天聊的是港警 在大街闹街上开枪杀人 而且杀的是手无寸铁的年轻的孩子 那引发了港民的愤慨 事实上网路世代 昨天看到那样的画面影片 几乎骗传了全世界 从BBC到鲜恩到金融时报 到纽约时报 事实上国际全球性的媒体都大幅的报道 那香港事实上距离台湾很近 也是一国两制当中指标性的这一个地方 那问一下明老师 现在港警跟这个香港示威者的对立 而且局势确实有失控的状态 老师怎么看 我想就接着刚才士从兄跟汪浩兄的话 我们往下说 第一我先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这一两天 或者甚至在前年的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慢慢堆砌到这一步 第二我们再看后面的一个 比较更深层的原因 我先看一个比较 这个就是刚刚讲了说 那个三大霸 然后引发的这个事情 那昨天是11月11号 就双11了 那香港为什么出现这个三大霸呢 罢工 罢课 罢市呢 因为前日不是香港科技大学 有个学生叫周子 那个男生嘛 不是说从楼下摔下 然后最后去世了嘛 所以大家发动这个三大霸呢 来纪念它 那在这个纪念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就发动说 我们要这个黎明习动 我们要瘫痪交通 要捍卫自由 结果就出现了刚刚讲的事情 昨天那个开箱事情 是发生的比较早 在香港岛的那个西湾河的地区呢 有一些黑人堵路之后 然后警察来驱散 驱散的请各位注意 是交通警察 最早是两个交通警察来驱散 然后其中有一个交通警察 往前走的时候呢 有一个白蚁人离他比较近 交通警察就已经先拔枪 指着白蚁人 然后哭他的颈子 然后旁边黑人一看了 就上来救 不是要上来抢枪哦 他上来救那个白蚁人 在他走上来的时候 他相距不到一公尺 那警察呢 就把枪都掉了 然后觉得要开枪了 那当然你可以说 警察难以判断 当然我们晓得后来说 那个黑蚁人手无寸铁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这个香港警察 当时无法判断 那个黑蚁人 是否有武器 但是那样的攻击法 通常是不合适的 那为什么不合适 我们等会儿再说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人 第一个黑蚁人中枪之后 有第二个黑蚁人上去救 然后就听到连开两枪 所以一共是开了三枪 那听说第二人是手臂受伤 那包扎之后就没事了 然后这个第一个人 中枪倒地了嘛 他腹部中枪倒地了嘛 一个女孩子上去要去理论 就是这女孩子呢 被树龙小肚扑上去 扑倒在地上 对她眼跟脸部呢 就是喷那个胡椒物 然后那女人在那边惨叫 然后旁边那边叫呢 那这个警察都没有停手 那最后就架走了 中枪的小孩呢 姓周二十一岁 那现在呢 是右腹部中枪 子弹呢卡在脊椎骨的部分 然后呢 右的肝叶呢 已经打掉一部分 然后右肾呢 整个打破 所以现在听到就是 右肝叶切掉一部分 然后右肾呢 栽除 然后现在大输血 然后整个还在昏迷状态 那奇怪的 就是刚刚那个前面 片头有播出呢 就是那个光头警长呢 刘泽金说 不要以为警察永远不会开箱 这才是国际标准 这是胡说八道 这不是国际标准 第二呢 我们现在再严格一点点 它应该是卫报宣证 我们在不只是这个案例 我们等一下再讲到其他案例 也可以看到 卫报宣证 卫报宣证呢 通常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个人 就是警察呢 判断错误 然后卫报宣证 第二呢 是警队 或是警察局 警方判断失当 卫报宣证 第三是政府 卫报宣证 所以卫报宣证 它就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呢 它很容易挑起民分 所以很多国家 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运动 是从警察反应过当开始 我并不想预言说 这次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只是提醒大家说 在国际社会上 很多抗暴运动 的确是针对第一线的军警 随便开枪杀人 伤人而产生 那么如果讲了中国话 那我们就怀疑说 你是不是在对民宣战呢 因为从过去很多案例来 我们觉得说不太正常 好 那么这是一个开始 这个第一个案例 而我们看到就是 昨天一天呢 警察亮枪的机会太多 而且同时亮枪 这件事情发生在七点钟 七点五十分呢 在港铁的这个东冲站 几个警察首都出入口的时候 有警察拔枪 被市民贺骂说 你傻子啊 你神经病啊 自认识香港啊 你怎么把枪亮出来呢 这是第二个案例 第三呢在沙田 有两个警察呢 站在两个交通警察 我刚才忘了说 第一个开箱就是交通警察 一般交通警察 不会配实弹枪的 对不对 刑警或其他 就办案警察才配实弹枪 交通警察配实弹枪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而交通警察在 他是主动攻击一个白衣男 之后黑衣男扑上 然后他在动箱 这两个行为本身都是 应该说是脱离常轨的 好 现在讲到 刚刚讲的沙田的案子 沙田也是两个交通警察 站在马路当中 一个人呢 拿了枪指向远方 然后呢 在对街的捐血站的附近呢 五个警察向前推进 四个警察拔枪 想要向前走 一个在后面压着呢 这样往前走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至少有三四个地方 香港警察同时亮枪 动作是非常挑衅的 现在很明显就是 以民为敌了 就我们不是乱讲 因为这个东西呢 这个动作像什么呢 像是中共在大陆上 震报的情况 或者说这个武警 在大陆上的维稳的情况 所以我记得 我们最早来这边六月份 我们看到这些动作 我们说香港警察 不像香港警察 对不对 我那讲 我说这动作像是一个公安 或像武警的动作 所以第一呢 它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被洗脑 第二种可能是乔装 第三种是渗透 第四种是掌控 也就是中共对香港警队 是一定会紧紧抓住的 刚才那是四个层次 现在看起来 可能四个层次都有了 就是又有洗脑 又有乔装 又有渗透 又有掌控 那么除了这几个事情 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之外 在回方发生了 更离奇的事情 我不晓得等一下 你们画面上会不会有 交通警察骑着重型摩托车 进入人群当中 然后骑八字线 最后呢 去冲撞人群 像撞保龄球一样 我们没有看到 哪一个国家警察 震报用这种方法的 而且那些人没有攻击他 你说那些人在攻击警察 掏枪或者扔汽油弹的时候 你说你才有这动作 那完全可以理解 那这些人只在马路上 只在向你推进的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调判行动 这个行为呢 绝对不是国际标准 所以这个东西不叫做执法 这东西叫做对市民宣战 所以我们的这个论断呢 是比较重的 然后再来就刚才的 士同兄谈到 警察进了大学 亲了香港最大的极左大学 这个城市大学 中文大学跟港大 发射这个塑胶子弹 发射催泪弹 你如果抓捕一两个人的话呢 没有必要这样做 你通常警察进大学校园呢 在比较民主国家 就是第一你会知会校方 校方通常是校警配合你 我们同时行动 因为校内的自然 通常归学校管 然后外人进来要追捕 除非那种枪击要犯 那这样的话就是 学校当局要配合警方说 我尽快疏散人群 疏散完毕之后 把那个地方控出来 让你警察去执法 现在是警察在没有清场 然后没有智慧情况下 这样冲进来 冲进来的时候呢 校方才知道 所以这所有这些事情呢 都不叫做国际标准 所以国际将来追究这些事情呢 这些人呢 一个个都被追究的 然后再来说 什么警察发射吹雷弹啊 什么水炮啊 然后说什么香港什么港铁 很多地方停车啊 然后风站什么 这都已经不奇怪了 然后同时我们看见的呢 还有一件事情呢 我不知道刚才事情有没有提 我一下没注意 防暴警察冲进小溪湾的一个教堂 叫圣十字架教堂 然后当着这些教徒里面呢 拘捕了多人 一个少年受伤呢 然后这个鼻子流出白色液体 他人家强行带走 然后继续喷那个 喷那个吹了瓦斯等等 到了晚上 林郑月娥出来开记者会 六点钟 林郑月娥开记者会 把所有责任推到这个 这些示威者身上 然后没有道歉 没有任何事情 这同样的 在任何民主国家 不会做这种事 那明老师刚讲到 这里头还有一个攻防哦 是11月的24号的 香港的区域议会的选举 对那我们现在倒回头几天呢 刚刚讲的是昨天发生事情 就是11月11号 三天前呢 就在三天前呢 11月8号 有一个立法会的议员呢 叫朱凯迪 在家里被抓了 晚上十点多呢 在下楼上被抓 然后同时呢 香港警察呢 还对另外五名议员呢 发出说预约拘捕令 然后反正他们都被抓了 当然将来呢 可能短期间 或许会放出来 如果情况不严重的话 香港警察给的理由是什么呢 请各位听清楚啊 5月11号的时候 在立法会的一个会议上面 一个实体签呢 他说组织的会议上面 谈什么呢 谈这个逃犯条例 在谈这条例当中呢 双方争执非常激烈 也就是建制派跟民主派 争执得非常激烈 吵了三个小时 然后六个月之后 警方说 你六个月前干了这个事 所以我现在拘捕你 然后预约拘捕其他五个人 六个月啊 第一呢 你如果说是现行犯的话 现场应该抓走 一般来说 各国的议员 只要是民主国家议员 在议会里面讲话 有免责权 即便你当时 违反了所谓的立法会 权力及特权条例第19条 应该是现场拘捕 没有事后追溯的 更没有说六个月后追溯 你说我一天后 想起来抓你 已经很荒唐了 六个月之后抓你呢 那叫罗织入罪 那很清楚了 那问题是 为什么要罗织入罪 那刚才是这个 汪豪兄提到吧 港澳办的这个 张晓明呢 在9号 刚刚8号抓了 那个朱凯迪这些人嘛 然后9号呢 发了一篇文章 发了一个很长的 六线字的文章 他特别讲说 中共中央呢 对香港呢 拥有十项权力 这话呢 是重复我们前面讲过的 四中全会公报的 他不是有十五六栏吗 第十二栏呢 讲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分成四段话 第一段话是前沿 然后后面有一二三 第三段话呢 最后段话是针对台湾来的 在那个里面 他讲了什么呢 他说 重申中央政府 对香港的权利 第一呢 对于特别行政区呢 我的法律呢 有创制权 第二我中央政府 对香港的行政长官 跟主要官员呢 有任免权 第三呢 对于所谓的 香港的基本法的 制定修改跟解释呢 权力多到我这里 第四呢 我对香港跟澳门的 行政长官有指令权 第五呢 我掌有这个外务权 第六呢 掌有这个防务权等等 所以十项权力 他全部列举出来 那么他讲的东西呢 已经让我们提高警觉了 也就是他完全呼应了 前面的东西 那现在更重要的就是 他后面加一段话 他说 这几年来 香港的本土的 独立的声浪会这么高 然后这运动 会声势这么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十几年前 我们这23条立法 没有完成 所以讲得很清楚了 要完成立法 然后这完成立法 是为什么呢 就呼应了 这个四中权务那篇文 他说 香港建立一个 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 是紧迫任务 那就话就很明白了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 现阶段呢 把香港的问题 拉高到国家安全层级 因为到了国家安全层级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立法 然后要加重 对他的管束 那一句话说完就是 他要把对大陆的 维稳的手法 全部移入香港 目的是表面维持 这一国两制 但是呢 实质上呢 统治已经加强了 所以你刚刚讲说 所以实质上就 一国一制 一国一制 但是不能说 一国一制 表面上必须是两制 所以去议会的选举呢 是一个短期考虑 长期考虑就是 如何在维持 一国两制的表面的 画皮下面呢 我实行一国两制的 真正统治 这才是我的目的 我实行